暴力的對待 以及在今天除了暴力對待之後 是被拘捕等等的事件 作出嚴正的關注 這個已經是四天之內第二次 香港的記者在國內的採訪 受到暴力和不公平的對待 而這個是嚴重 影響了香港記者在國內採訪的自由 以及新聞自由 我們見到特區政府 除了一直在同意國內的做法之外 是沒有任何有力的方法 是對於這些不公平的事 是作出強烈的回應 也都沒有做任何事 是保障到香港記者在國內的安全 這個是相當之嚴重的事情 我知道林鄭可能是 還是跟國內有一些直接的聯繫 如果這件事件 特區政府仍然好像四天之前的軟弱無力的回應 甚至是要怎樣稱讚四川省政府的對待呢 是叫合理的話呢 香港人是極之失望的 我們見得到的 我們見得到的 今早的採訪 是一個正常不過的採訪 他是採訪七零九大搜捕 其中一位維權律師謝彥益 是參與北京一個合法的聚會 而受到極不公平和極之暴力的對待 我們絕對不會容忍 我們希望林鄭 是要為這件事呢 是盡快回應 也都要告訴公眾聽 告訴所有的記者聽 特區政府是做過些甚麼事 以及將會做些甚麼事 是保障到將來 香港的記者在國內採訪的安全 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呢 我們是有需要 是保障記者的安全 以及我們在很多的場合 記者的責任 是要追求真相 也都是希望 特別是關注到 香港人關心的事情 以及跟香港直接有關的 種種的採訪裏面 是得到採訪的自由 當我們見得到 香港的新聞自由 受到嚴重的衝擊之餘 現在見到是記者 前線的記者 受到暴力的對待 甚至是有受傷的 我不認為政府 是應該坐視不利 也都不滿意政府 包括在四天前的表現 我們 硬一點 我知道今天 政制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也會來 我亦都會在當面 會問他究竟 特區政府 將會做些甚麼事 是保障 管港記者的安全 對於官員 都沒有特別譴責 證刑 證刑記者 公安 這些問題 因為立法 都沒有證刑 所以都沒有 過年 的感受 是 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 包括今天的 NOW的記者 和在四天前的 有線的記者 他們都是在一個正常的情況 受到暴力的對待 今天我們見到 那個涉記 是受了傷的 這些所有暴力的事件 一定是要譴責 因為任何文明社會裏面 都不能夠容忍 暴力對待記者 無論他是香港記者 外國的記者 或者國內的記者 我們絕不能容忍 而特區政府 是有責任 除了向中央 相關的部門 相關的省市 以及公安 是要反映這件事 亦都應該 譴責這些暴力的行為 因為 如果他們 是破壞了 在大陸的任何法律 那你就 用一個正常的途徑 你處置它 你起訴它 它是一個正常的採訪 受到一個暴力的對待 其實我最擔心的就是 令到前線記者 將來在大陸 做不到採訪 亦都是更加 令到香港人 對於國內發生很多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很關心 在國內一些維權的事情 謝燕益 和其他的維權律師 其實他爭取的 和香港很多 我們爭取的 市民爭取的權利 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我們見到 國內發生這些情況 如果政府是沒有譴責 和坐視不利 是不是就是說容忍呢 如果這些事情 今天在大陸發生 將來在香港發生是怎樣呢 大家見到 分分鐘可能在 前線記者香港的採訪 我們的警察 有養學養學一下大陸的公安 暴力對待 甚至是嘔打 香港人有沒有可以容忍呢 這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 不是個人 不是一兩個記者的問題 是整個 香港還有沒有新聞自由 所有的記者有沒有能力 是受到保護 在國內採訪 這個極之嚴肅的事情 我希望林鄭和其他官員 嚴肅處理 譴責 內地的保安當局 一些粗暴的行為 和要確保 有未來的所有的香港的記者 在國內採訪的安全 我覺得這個都是極之軟弱的 剛才見到張建宗 我亦都有看到直播 其實他是相當之無力的一個回應 記者已經被人打 打到頭破血流 按在底下 你只會對罪犯做的行為 是一個手無寸鐵的記者 做出這個行為 而張建宗的回應 基本上令我失望的 他沒有能力維護到香港人的關注 亦都沒有能力 是令到大陸有關當局知道 香港是多重視這件事 我們聽到內地的官員 經常說要依法治國 亦都說很尊重香港的 採訪記者的新聞自由 亦都看到林鄭和一眾的官員說 怎樣去重視香港人和內地的溝通 這四天 兩次發生的嘔打記者的事件 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證明 特區政府做不到保障 但香港記者的人身安全 亦都做到一個現象 我是很擔心的 從此香港的記者 是沒有發指 在內地報道香港人關心的事情 這是第二次 within four days that the reporters coming from Hong Kong has been assaulted by the authority in Mainland all the reporters from Hong Kong will be able to have audit report being conducted in a safe environment and it is utmost important and it is utmost important we would like to hear that more determined response from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to condemn the authority reaction of violent attack of the two reporters and to make sure and to make sure from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from the mainland that they will ensure the safety environment for all the reporters from Hong Kong to carry out their duty in Mainland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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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